Hello, 大家好, 我是云哥哥 我們又回來了 今天已經是最後一集 如果你想我多拍一些類型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LIKE、SUBSCRIBE 留言告訴我 我多拍一些類型給你們 這個類型是什麼呢? 就是準備一個小朋友 現在你是K3 你想入小1 但不知道自己 我怕小1的英文是否會很差 突然會很差 因為我家長很擔心 幼稚園好像很HAPPY SCHOOL 入到小1會不會很難呢? 我什麼都不懂 看了這些影片 你就知道大約小1在教什麼英文 知道嗎? 看一看 記得按LIKE、SUBSCRIBE 還有SHARE 記得做這件事 好嗎? 好,我們開始了 先說一次 好嗎? F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words 這個小1一定會教你的 Is, Am, Are 一定要認識的 知道嗎? 有個圖畫 大家記得 I, You, We, They 在一邊 知道嗎? He, She, It 在一邊 知道嗎? 記住這個圖畫 I就一定用M 我用不同顏色 I就一定用M 知道嗎? 之後有綠色 U, We, They 用阿 He, She 用什麼? Is 這個圖畫一定要背 知道嗎? 我兒子 女兒也是 知道嗎? I用M U, We, They 用阿 He, She 知道嗎? OK? 當你認識了這件事 其實是無敵的 一定對的 沒有理由會錯的 OK? She made a girl 你找到She made a 對, Is 知道嗎? 所以背了這個 知道嗎? 但有些時候說不用背 我告訴你 為何他們不用背 英文底字好 什麼叫英文底字好呢? K23的時候 閱讀得多 知道嗎? 或者Aural講得多 或者閱讀得多 其實很自然 他一聽到He 就知道是Is 不需要背這些 知道嗎? 所以英文底字好的你 很開心 恭喜你了 已經認識了這些 英文底字一般的你 辛苦一點 你可以背了這個 或者快點開始 看一些你有興趣的英文書 英文的電視節目也好 卡通節目 接觸多些英文 你He 就馬上是Is I 就馬上是M 這個很自然 可以做到 OK? She is a girl OK? I 講個小秘密給大家聽 其實後面是什麼 其實你都不用理她 真的好老實說 後面這些字是什麼 根本都不用看 I 就一定是什麼? M OK? Kerry 另外一件事 為何要看到英文書的好處呢? 就是Kerry 很多小朋友不知道Kerry是男生 還是女生 其實英文來說 Kerry可以是男生 但多數香港的小朋友 Kerry是女生 但Kerry是可以是男生 但一般來說 Kerry的話 我們用什麼呢? Is 為什麼呢? Kerry是He 和She 和Eat 她不會Eat 是He 和She 可能是Eat He 和She 就一定用Eat Kerry一定用Eat 知道嗎? 先說回 剛才 如果你不認識一些名字 是男生的女生 怎麼辦呢? 很難地 真的要做多些功課 什麼叫做多些功課呢? 看多些英文書 自己看多些英文書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英文書的時候 很多不同的character 每一本故事書有不同的character 不同的角色 每一個角色 你知道它的名字 你就知道它是男生的女生 所以多接觸這些類型的故事書 甚至乎看電視 看卡片都可以 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這些名字 是男生還是女生 好嗎? OK 繼續 U 了 不用看後面 我都知道 你不知道是UR 還是UM 會U is 這個比較難 Mom and Dad 這個是兩個人 我經常教小朋友 其實你看到Mom and Dad 你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或者Dogs and Cats 或者Apple and Orange 或者有些很難的字 你不懂的 不要緊 你要知道幾件物件 就是幾件東西 其實你已經知道 這個是一 這個是二 有兩件東西 兩件東西在英文裡面 不會用Heat Sheet 因為這叫Singlar 這些是單個 Heat Sheet 是一個他 所以Heat Sheet 都是一件物件 或者一個人 這裡有兩個人 有兩個可能性 可以用 第一是U 第二是Day We 也不可能 因為We 是我們 我們一定有I 這個沒有I 所以U 有些叫Plural You 這個很難 我們最簡單 一定是有兩個人 用Day Day 就一定用什麼 So Day Helpful 就這麼簡單 Wesley 死了 我不知道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都是那句 看多些英文書 你就知道Wesley是男生 Wesley一定用Ease OK 繼續 Eat 很簡單 Eat 你看到後面 沒有怎麼看 其實後面是什麼 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要寫一尺 看前面的 subject 是什麼 就行 I 什麼 Going to school I 當然用M I 一定用M V 什麼class名 V 當然用R 當你背了這個圖 有些家長 就好 寫大隻 或者電腦印出來 貼在家 附近 或者做功課 桌前面 那些地方 幫幫到他 少了一根事 但如果少了之後 就撕下來 或者當他認識的時候 就撕下來 有時候考他們 他們會自然記住 好 熱誓碼就搞定 非常簡單 最後一個Session I, My, He, She, We 都是考Pronoun 知道嗎 但是有這個 不寫說Pronoun 都是叫Pronoun 我們先看一下 Daddy is a man He Daddy She Daddy We Daddy My Daddy I Daddy 什麼Daddy Daddy 當然是My 我爸爸 My Daddy is a man 這裡很多小學會錯什麼 就是扣了半分 扣了半分 就是什麼 因為這個工詞 這個位置 是細草死的世界 他們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寫細草 或者是細街 這樣就變成扣分 差一點點 好不抵呀 這些就是 好不抵呀 知道嗎 所以如果句子頭 記得寫回大草 或者大街 我經常說大草 因為好像 沒有人說大草 你在留言告訴我 還有沒有人叫大草 這些 細草好像叫 這叫大家字 和細階字 用階字 用階字 英文就用upper case 或者lower case 或者大家 可以用capital letters 多數叫upper case 好 繼續了 am a boy 什麼am a boy he am a boy 不會 從上面 I am a boy 很簡單 is wearing a dress 什麼is wearing a dress he is she is she is 還是 he is 都可以 現在可以 是吧 所以我們先寫she 大草 我記得 she is wearing a dress he 都可以 是不是沒有 好繼續了 are classmates ok 這裡沒有day 沒有day 沒有day 所以一定是 有沒有u 又沒有u 所以一定是 這個是we的 we are classmates 哎呀 因為我被人扣半分了 是啦 我也被人扣半分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先加上他 是啦 加上他 是啦 如果不是被人扣半分了 we are classmates 最後一題 什麼is a boy 對啦 she is a boy 可以嗎 不可能 不過最好就是 he is a boy 知道嗎 大草 好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非常短 因為這份卷是最後一頁 ISMR 和IUV Day 記住 這裡有個小小圖 你可以在電腦打出來 上網找都可以 你找IUV Day 就有很多Sample給你 知道嗎 好 各位家長小炮 如果你是小1的話 會做這些 是理想當然的事 OK 應該是要做的 小1的話 如果你是K3的話 懂得做的話 都OK 帥仔沒什麼大問題 不是很sure 不是很sure 都不用太過擔心 你都未是小1 不過很多時候 我大膽講K3的小朋友 都已經懂得做這些事情 OK 好了 K2的小朋友 如果你懂得做的話 那就帥仔了 知道嗎 這就是帥仔的美女 都做得不錯了 我們繼續努力一下 好了 說了那麼多了 記住啦 Like Subscribe 支持一下我們 在留言裡有什麼問題 可以告訴我 還有記住回答我的問題 現在就問我大草細草 還是大街細草 在留言裡 留給我 告訴我 好嗎 還有記得分享我們的影片 給你的朋友 可以幫我們製造多些 這些類型的影片 希望可以幫助你的師傅 還有 如果你有想什麼問題 或者想我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你在下面告訴我 我們會盡量去做所有的request 好嗎 好了 我是宏哥哥 今天又說了那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